口袋8月活動開跑啦 新開戶就算520元手續費折底金 當用臺美股成交一筆 再送你全家雙麒麟 父親節有交易活動8月18號前 臺美股交一8筆 送88元手續費折底金哦 美股主要指數週一漲跌戶線 準備迎接超級數據週 包括PPI、CPI、零售銷售數據等等 還有沃爾瑪加德寶財報 個股方面 揮達股價週一上漲於4% 瑞銀分析師淡化揮達 Blackwell晶片延遲發布的嚴重性 預計出貨將延遲4到6週 另外傑南韓空週一公布 債務融資30億美元後 信品機構標普和目的紛紛下調平等 導致股價暴跌於20% 接下來看到焦點個股 可以看到當天市值增加最多 和減少最多的公司排行 看到全球財經大勢 看到全球財經大勢 以及近期匯率利率 來到台股盤市 明日為8月第二週結算 加全開盤在週月線之間 收盤為10字 但要留意月線已經跟季線 形成死亡交叉 貴買上漲後碰到半年線 但最終收盤沒有佔上半年線 與加全相比 形態上就相對較差 puts core ratio為108.8 選擇全位平倉212000puts 增加3792口 最大位平倉為2000puts 而222000口 增加1734口 最大位平倉為22000口 變動區間為21200至22200之間 MSCI名城公布季度調整 台灣無新增 但刪除了台速化 而昨日中興店公布第二季財報 但今早市場賣牙湧現 開盤一度打進跌停 反應財報不如市場預期 加全近期無明顯波動 但恐慌指數為多頭 要留意波動再次放大喔 今天的影片到這邊 我們明天見 掰掰 口袋證券提醒您 不聽來源不明資訊 不加陌生投資群組 不用保證獲利APP 若遇到詐騙 請撥打165防詐諮詢專線詢問喔 年輕人最愛的證券頻道 youtube搜尋 考代證券 口袋證券 字幕 colabor者也會